救國團是金國先生 也是我的祖父一手創建 當民進黨戴起了政治的眼鏡 救國竟然分了藍綠 愛國有分顏色 而青春的記憶 甚至成為他們 清算鬥爭的對象 這是讓我非常無法接受 感到難過 也感到憤怒的事情 我大學一年級的時候 就參加救國團的 國際事務研習營 所以給我很大的啟示 救國團是很多人 青春歲月的一個美好的記憶 也是人生志向 一個摸索的很重要的過程 所以我用感恩的心 謝謝救國團 在飄揚救國團成立70年來 首次站上府前凱道 卻是抗議即將被滅團 向總統府喊話 官逼民反 要黨產會停止迫害 沒有嘛 這跟土匪有什麼兩樣 什麼都要搶 那他乾脆去搶慈激 他敢去搶慈激嗎 去搶吧 像阿伯 阿伯 他跟土匪有什麼兩樣 他土匪還對不起土匪 民進黨就是比共產黨 還像共產黨 他就是綠共啊 大魚交不息 民眾怒火 因為黨產會認定 救國團是國民黨覆水組織 今年7月處分了61筆的不動產 還有近14億元的動產 全歸國有 我們是重要的國家的資產 卻被黨產會打壓 前總統馬英九到場 替救國團抱不平 怒紅蔡政府用網軍 國家機器治國 狂打抗中保台 讓台海陷入兵凶戰危的險境 怎麼可以把一個幾十年來 從事公益活動整肅 我就憤怒 我要反抗 反抗 官逼民反 聲聲喊 民眾不滿情緒 瞬間沸騰 連前副總統呂秀蓮 也現身會場相挺 我知道救國團 在處理黨產的時候 受到一定的委屈跟誤解 民進黨現在很多奏法 要把緩對他 都要打架定義 這是不對的 救國團團慶 街頭開轟執政黨 角逐北市長的蔣萬安 用歌聲逼哭了民眾 別管以後將如何結束 我們必須保有我們共同的棄議 救國團 救國團是金國先生 也是我的祖父一手創建 在當時風雨飄搖的時候 號召青年朋友加入抗共保台將的一個行列 也富有非常歷史意義 以及使命的團體 當然隨著時代的眼鏡 他也成為了許多人 年輕時後共同的記憶 我想每一次談到救國團 就讓我響起一首歌 評據 別管以後將如何結束 只要我們曾經相聚過 不必费心的彼此元素 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 我想每次唱起这首歌 大家一定百感交集 其实救国团是我们许多民众 共同记忆青春的回忆 不管是讲到战斗营 讲到国际事务演习营 践行队 水上活动营等等 其实都让我们满满的回忆 都涌上心头 还有包括张老师 其实也是许多 当时彷徨无助的年轻学子 他们及时得到了帮忙 得到了协助 还有身穿橘色衣服 鲁拉拉营队 更是带领着大家走入山林 我想这些都是救国团带给大家 串起各位相互的感情 同时也让我们更加贴近了这片土地 带领了大家走遍了台湾的各个角落 但是今天救国团他所标榜的精神 救国不分颜色 救国团更是大家青春的记忆 但是当民进党戴起了政治的眼镜 救国竟然分了蓝绿 爱国有分颜色 而青春的记忆 甚至成为他们清算斗争的对象 这是让我非常无法接受 感到难过 也感到愤怒的事情 所以今天 我们绝对要勇敢的站出来 我们要挺救国团 更是挺现在我们台湾 好不容易所建立起的民主法治 其实救国团扮演的角色 已经随着时代的演进 合法运作 独立运作 其实甚至在疫情期间 他也提供我们建坛 今年活动中心 成为当时加强型的防疫旅馆 只要盛会有需要 救国团就在 只要人民有需要 救国团就会在 所以他肩负起了许多社会的责任 所以拜托大家 跟我们一起 勇敢的挺救国团 更是挺民主法治 好不好 好 谢谢救国团所有的伙伴 今天冒着风雨 不畏风雨 站在这里 就是要坚定 当时救国团所带给我们的一切回忆 我们要捍卫救国团 我们必须保有我们共同的记忆 我们更需要一起携手 向前迈进 才能走得长 走得远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非常感谢 救国团的伙伴我们一起加油 加油 加油 谢谢蒋伟员 谢谢 鲁拉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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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希望有更多像我们张伟员一样 来支持 来鼓励我们救国团的社会各界的能量跟力量 谢谢 再次热烈的感谢 我们今天在开道的聚会 不是勞工团体 不是人权团体 却是一项奉公守法的教育团体 救国团 这不是很奇怪吗 这个国家怎么回事了 连救国团都要走上街头了 因为 因为什么 因为官逼民返嘛 对不对啊 对 救国团忍无可忍嘛 对不对 我個人從高中開始就參加救國團的活動 尤其是大學四年 每年寒暑假都參加 我回頭來看 我服務公職四十多年 能夠還有一點點的能力 跟救國團給我的訓練 有非常大的關係 所以我看到救國團受到迫害 受到打壓 我就憤怒 我要反抗 反抗 真的是讓我忍無可忍 怎麼可以把一個幾十年來 從事公益活動 絕不落人厚的團體 拿來在這裡整肅 真的不像是一個民主國家該做的事情 所以在這裡呢 一方面我來給大家打氣 二方面 我們一定要把這個反對 這個不公平 不正義 不正當的行動 繼續下去 好不好 好 好 去年的十二月九號 我在報紙上發表一篇文章 我說台灣已經是一個不自由的民主 Eliberal Democracy 就是在美國的一個學者提出來的概念 當你是按照正當的程序當選了國家的領導人 可是你上台之後開始採用不公平不正義的方式來對待反對黨 來處理法律問題 這個時候呢 這個時候呢你就不再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了 或者是自由民主的國家 採購方面 採購方面出了這麼多問題 可是卻沒有人出來說清楚 到底高端是怎麼回事 對不對啊 名稱叫做高端 這樣子對待人民實在太過分了 這一點實在是感到很遺憾的事情 這實在是很過分 而且我們的行政院長蘇貞昌居然還說 他會加以究責查辦 蘇貞昌也是學法律的 他法律學到哪裡去了 對不對啊 所以我感覺到 我們政府這樣子下去 不但會失去人民的向心 也失去他統治的正當性 大家說對不對 當一個政府 這個不自由不民主不正當的時候 人民有沒有反抗的權力啊 有 有沒有 有 有沒有 有 我們要讓他知道 不是他手上有槍桿子 他手上有警察 就能夠為所欲為 因為只有民眾的支持 才是他統治唯一的正當性 對不對啊 會 所以呢 我們希望 我們看到的一些亂象 包括最近有一個 刊物的負責人 他居然 居然說 我們的總統跟院長 都涉入了我們電視台頻道的分配 我覺得這真的不可思議的事情 可是就發生了 就像當初新竹市前市長 涉入到論文抄襲案的時候 我們蔡總統居然在民進黨的中常會說 他們全黨要支持林志堅 台大已經說他抄襲了 結果我們的總統還說要支持他 這個對抗台大的評斷 我後來想不出什麼道理來了 我就想說可能是因為蔡總統 他自己的論文也有問題對不對 對 所以呢 他覺得這沒什麼 至少他還有論文啊 只是抄人家一點而已嘛 那有的人說有論文 論文拿不出來啊 對不對 對 那學校裡圖書館也沒有 那到哪去了呢 怪不得他這些都能忍受 因為他幾乎就是當事人了 對不對 對 一個國家找到這個地步啊 你們還能忍受下去嗎 不能忍受 再來我看今天的呼籲裡面 還有一個是和平 近代這個台海情況啊 非常的嚴峻 兵兇戰危 可是我們的總統呢 還在很多的地方 採取一個挑釁的做法 在去年他就說兩岸互不隸屬 然後呢 各位 各位我們憲法徵修條文 明文規定 中華民國分成台灣地區跟大陸地區 台灣地區就是台澎金馬 大陸地區是台澎金馬以外的 中華民國的領土 所以憲法跟兩岸人民討論非常清楚 大陸也是我們中華民國的領土 同樣的大陸的1982年的憲法 也把台灣看完它的領土 這樣子怎麼可能不互相隸屬呢 你嘴巴說有什麼用 你做不到嘛 而且這樣做的結果呢 讓人家覺得你就在搞分離主義嘛 對不對啊 所以我覺得我們今天看這個情勢 感到非常難過 也感到非常感覺到非常可怕 這樣子發展下去的話 真的真的不是只有簡單的官兵民反 可能反得非常嚴重啊 我們當然不希望看到這樣的情況 尤其是兩岸政策是如此 能源政策也是如此 這樣子下去 這國家將不成國家了 對不對啊 所以我在這裡呢 特別一方面來支持格永光兄 真的啊 我剛剛聽了他的演講 我跟他講 我從來不知道你這麼會演 我剛剛聽了他的演講 而且這個非常有條理的講出來 確實是如此 他要希望有正義 希望有自由 希望能夠把這個社會 變得更能夠相親相愛 相互包容 沒有想到他 長年以來 我自己是救國團 參加救國團的活動 我還是救國團的個人團員 我從來沒有想到 這麼一個教育團體 這麼一個公益團體 會被人家打成一個犯罪的團體 這個下我完全沒辦法接受 所以我今天不論多大的風雨 我一定要來支持救國團 支持格永光 讓大家知道 這個社會不能再沉默啦 對不對啊 他在這個官兵民反的話 真的會有更多人要出來 揭竿起義啦 對不對 對 不要以為他手上現在有權力 就敢這樣子胡作非為 這個權力來自於人民的給予 對不對啊 對 所以在這個時候 大家要團結起來 今天應該只是第一次而已 對不對 對 那如果再不改 我們再來好不好 好 要讓他知道 我們人民不是那麼容易 侮辱的對不對 對 人民的耐心是有限的對不對 對 你再逼迫下去 我們就反了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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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